四年前经历过一段婚姻的袁女士 带着女儿回到自己的娘家 婚姻生活的失忆 让她更渴望有一个温暖的港湾 一个关爱她的家 可回家之后 按照袁女士的描述 不仅没有收获温暖 还和父亲闹得水火不容 她上楼我下楼 我可以当作就是互相就是陌生人 也不会打招呼 也不会眼神交流 同住一个屋檐下 妇女之间的相处让人堪忧 一分钟都不想在这个地方待 如果有一天可以离开走 那就一定要远走 那么到底妇女之间发生了什么呢 作为父亲 袁先生会给出怎样的答案呢 我还真没认为我现在好像做错了什么 就只是在关心孩子方面可能会稍微差一点 妇女两人的表述也是千差万别 而随着调解进程的展开 肖渊的情绪也是几度失控 爸爸不能说 妈妈也不能说 不能 哪怕你只是伸手一下下而已都好 甚至伤心离席 不好意思 女儿流泪的背后 到底藏着一个怎样的父亲 伤心 女儿的眼泪 父亲的眼泪 到底在描绘一出怎样的妇女纠葛 我们的调解团队能够让这对水火不容的妇女 重回温暖的轨道吗 我们的调解马上开始 原胡建宇 欢迎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 各位成员 欢迎大家 也欢迎双方当事人是妇女二人 父亲原先生 方便称呼就叫小原 好吗 了解一下两位各自的诉求是什么 我不知道 我还要为我的女儿奋斗到什么时候 这个奋斗是指什么方面的 主要是经济方面 一共啊 现在我已经98万多 以你的收入 你家庭的实际状况 这笔钱有70多万是银行贷款 我自己贷的 还这个债 很累很累 我希望在双方专重的情况下 良好的沟通 你爸爸讲到的这个事情有吗 这个事情的话有 按照你爸爸的意思 他为你已经承担了近百万的 这个至少是经济方面的支撑 有吗 有 但是这些都是有原因的 替女还债近百万 光是这个事实就让我们倒吸一口凉气 不过女儿小原似乎没有在意 甚至还回应说欠债都是有理由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理由让老父亲要给女儿还钱呢 袁先生说 这个问题要回到四年前 给女儿买房说起 一二年年初我要给她买套房子 就是写她的名字 我们出全部 但是贷款 以后的贷款也都是我们来偿还 换手去银行查到她征信 说你女儿银行信用卡怎么这么多钱 说没办法贷 这我才知道 她欠钱了 这么多是值多少 将近十七万块钱 以女儿的实际状况 她是为什么会欠这么多钱干嘛了 知道吗 问也问不出来 她就说一会儿说忘了 或者怎么样 她也不说 就是以你对女儿的了解 她是一个可能会这样签下这么多钱 或者说信用卡会套用这么多钱的人吗 当时没想到会签这么多钱 那这笔钱怎么还的 是我当时就是 也凑七凑八凑把凑入就还了嘛 不还了银行也贷不了款 那房子也买不成 已经交了定金了 也没办法 她在你那些是什么态度呢 当时反正跟她说了 她也好像也是挺愧疚的 当时好像是 那个信用卡是08年 我第一次申办了第一张的信用卡 是因为我当时要工作 要出国 办了之后 当时以我自己的工资是可以还的 然后就后来 但是后来因为支出的越来越多 比如说工作上的消费啊什么之类的 有的时候我可能报销是需要凭证的 而不是说一下子就是你可以 我身上有那么多的钱 因为毕竟公司都是死的 后来所以就办了另外的张 比如说两三张这样子 然后就去就是来回的这样子还或者怎么样 就可能你父亲更多都会去关心 这么多钱去哪了 比如说我自己的个人消费 或者是一些交际啊 应酬啊 费用有这么大 因为循环的 所以利息会比较高一点 其实本金是没有那么多 有超出你的能力范围吗 后面的时候有超出 但是我都有二十还 就是二十还 并没有说有产生不良的信用记录 你的意思就是说我无非是提前消费了 对 我觉得作为我们这一代的人 提前消费 只要你有二十还款 或者是怎么样保持良好的信用记录 我觉得就可以 他提出来帮你还你怎么看 我有跟他说 我说不用 他说那这个房子贷款办不了 那就退吧 我说都定金都交了 还怎么退啊 我说你而且都说已经要买了 可是是因为你的问题导致啊 对 然后我就说 我说那就行 我说那我知道了 然后我爸就跟我讲了一些大道理之类的 我说好的 我说我明白了 不管怎么说 父亲也替自己还了十多万的信用卡透支 可是在小元这里 我们却没有听出他有丝毫的愧疑 甚至连这些钱花到哪里去了 也很含糊 不过当时元先生还款后的态度是明确的 以后绝对不能再发生这种事情 那么接下来 元清澄又会遇到什么问题呢 在16年的2月份 我突然接到电话 催款电话 奇怪吗 因为太多了就觉得奇怪 元清澄说 第一次信用卡透支的事情处理完之后 随后的三年 妇女之间也算是相安无事 从去年年初开始 他陆陆续续地接到催款电话 一笔笔更大的借款 纷至他来 刚过完春节嘛 我就跟他聊 借多少 借几家 他就是一点一点 我知道哪家 他说哪家 一点都不跟我说实话 我说你 挤出来的 我说到现在为止 你借多少钱 你不要还了 由我来处理 为什么你立刻跳出来说我来 因为他根本还不上 另外那些垂带的人 方法很多很恶劣 没办法 他骚扰清楚 亲朋好友 各种方法都是 所以说我当时 真的很气愤 真的是很无奈 没办法 因为就这么一个孩子 你有什么办法 反正事情就出现了 那就往下走吧 拿什么还 后来就是 那房子一开始探名 后来我们就 把它过一下户 完了就是贷款 拿房子抵押贷款 原因就是因为 他身上有这个房子 他以房子名义去贷款 要不然他也贷不了这么多 我最后到底 这个错就错在 这房子写在他名字上了 自始至终都没搞明白 他为什么会欠了这么多钱吗 问的他 问极了 不知道 忘了 就是这句话 不知道忘了 都近 近百万了 都 只有这一个回答 对 为什么会去借第一笔钱 因为人的工资是死的嘛 那我又喜欢那些服装之类的东西 我就跟我父亲说 我说要不然就是我们找一个店面 开一个服装店 那你们白天有空的时候 可以去看一下 得到一句话 不行啊 你很笨的 你 你不可以的 然后我就说好 我说那你可不可以 就是我来做 然后你赞助我 比如说我这个总体需要五万块钱 所以是你想做这些事情是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事情 如果你做成 就是说你可以完成它的话 这是一个健康向上的事情 它没有来来去 你别想动家里面的 不可以 你很笨的 然后我就去上网找了那个小额贷款 上网直接搜索 找到了陌生的公司 陌生的人 我就踏进去了 然后前面的时候的话 是营运的赚回来的钱 是有还得上 后来是因为要扩大 同样的也需要资金 我也依然可能需要十万 我只有五万 那我剩下的这些 又没有地方可以弄 所以我又再次去借 但是因为后来的一些原因 然后可能投资收益没有那么好 就变成说在亏 那自己的话工资是有限的 那还起来就是到后面的时候就很吃力 然后所以才会被家里面的人知道 你爸爸刚才也说了 他第一反应是说 他来担你 这句话出来的时候 你想什么 其实我在我的内心深处 我一直认为说 每个人都是个体 而且我也一直在跟他们讲 我说如果小孩子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们不要操心 就是你们过好你们自己的生活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走的路 你爸爸说 就都已经到这个地步了 如果他不出面处理的话 就会有很严重的后果 这个时候还是个体吗 对 面对近百万的借款 原家妇女俩有着截然相反的态度 一个着急上火 另一个依旧是一副无所谓的模样 调解现场 袁先生拿出了他近两年的还款记录 他想让大家感受一下 自己的焦虑从何而来 有两笔八万多 快九万的 有六万的 两万的 三万的 四万的 付金统计的是 一百零五万三千三百一十四块三毛三 这是借的本金 然后小元自己还的是 四十三万五千七百六十六 然后家人还掉的是 六十四万六千九百三十四 然后这边还有一部分 是个人借款的 这边也是家人替还掉的 是十六万八千六百零八块 这个个人借款我解释一下 他就说多少 说欠这多少我就还多少 利息什么我都不知道 他说我今天借毛毛人 就单单是朋友了 亲戚了 他这样说我就还掉 如果再加上 二零一二年前面 讲到信用款的那笔钱 二零一四到二零一六年 一共是 老元先生这边算了一下 是九十八万零五百三十九块 按照元先生的表述 这一笔笔借款 是女儿在不同时间 不同平台的借款 而且数目也是越来越大 借款次数也越来越频繁 这让他这个父亲 表现出了深深的担忧 他搞不懂 为什么女儿会如此随意的去借款 小元上场以来呈现出的无所谓的态度 引起了律师邵家的注意 邵律师拿起了话筒 他想给小元铺击一下最基础的法律常识 袁女士 借款的主体是你 而不是你的父母 所以说从法律这个层面来讲 你的父母是没有法律义务 要去还这一笔钱的 你一直说 我不想把父母扯进我的债务 但事实 父母因为爱你 他们尽自己最大的能力 去帮你解决了这样的一个债务上的问题 我们试想一下 如果说父母没有帮我们解决 你可能面临高利贷的逼债 你可能会被法院起诉 最后因为你没有偿还能力 被列为失信人 如果被列为失信人 对你来讲意味着什么吗 你不能再买房 你不能再投资 你不能够买飞机票 不能够坐高铁 不能够出入高档酒店 这对你的生活会带来非常大的影响 甚至你现在的固定的工资的工资卡 都会被法院冻结 如果你的父母不借路 你可能一辈子都背负着 这样稀里糊涂的债 可能你的债务会越来越多 所以你的父亲说 这个钱你都不要管了 由我来处理 你知道吗 父亲说出这一句话 他虽然知道他面对的是什么 但是他有足够的勇气 来帮你扛 挡在你的前面 所以我觉得我们更多的 还是要感恩 因为他没有义务要这样做 邵家律师最后的这句话 道出了大家的心声 无论如何 面对给自己还款的父亲 小元都应该有一颗感恩之心 那么小元的内心 到底是怎么想的 快两年的时间 一笔一笔欠下这么多钱 心里着急过吗 有 这个着急怎么办呢 能跟谁说吗 没有人 爸爸不能说 妈妈也不能说 不能 没有任何人 没有任何人跟你说 你担心什么 就是 说了也不会有任何的进展 反而 反而会给大家带来麻烦 说了他们可能会 尽早地帮你堵上那个洞 自己借款 父亲还款 这明摆着的事实 在小元嘴里却变得胃 成了是父亲一厢情愿 不过之前还坦然面对借款的他 说到自己所感受到的孤立无援 倒是委屈地流下了眼泪 看来 对于这个父亲 小元他心眼里是抵触的 在我的心目当中 我父亲只有 总体来说就是三个吧 三个那个 第一个 债友欲特别强 对所有的人 事 物 这些 就去掌控吗 对 掌控 然后家里面所有的东西 他必须都得了解 可是我觉得 你如果想去控制这个局面 你必须有那个能力 那我觉得 可能他没办法去 所有者的心目的掌控 三个 我猜 你必须有这个 怎么了 伤心 平复也 能听女儿说完了 说你不行,你不好,你有病,你应该去看医生 你有病,你也看医生,这个我没说过 后期,可能这个事情出现以后 我说你要看看心理医生,这个我说过 我不是战友 而我的方法,可能是我的方法不对 但是我出发点,决定是说希望你好 第二个,我觉得她很自私 因为我前面的公公婆婆她是外地的 不是我们这边的 那时候我妈妈一个人又要照顾我 还要照顾我女儿 她竟然问我说 我去爬山了 我在坐月子 我妈妈给我煮饭 还要照顾我小孩 你跟我说你要去爬山 哪怕你只是伸手一下下而已都好 你家孩子那个屎尿介子 你母亲在给家儿问我谁洗的 你只不知道而已 我每天发生我身体弱,我要锻炼 我还不能抽点时间 我去锻炼锻炼身体吗 你女儿的屎尿介都是我洗的 你知不知道 面对替自己还款的父亲 小圆的指责让我们心理上很难接受 她口口声声说父亲不爱自己 可是如果真的不爱 父亲又为何在晚年还要扛起女儿近百万的债务呢 小圆的说法让观察员官文强烈不满 小圆 从2012年开始 你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想法 当你在寄希望于花钱出去换来挣钱的本事的时候 你失败了其实 你的核心是什么 核心是我想证明我自己 对不对小圆 我想通过我的能力 想通过我自己的付出 去让我自己内心获得真正的安全感 更能够获得我所在乎人的认同感 这个人当中也包括你的爸爸 那个倔强的 嫂老头 可是这个做法是对的吗 既然挣钱这么的不容易 而你却在不断的在这些年当中 轻率的去花掉整个家庭的积蓄 甚至导致整个家庭背负上了沉重的经济的负担 那不是我花的 我是为这个家去想了办法 你们一直说是我花 我没有买奢侈品 我也没有给自己买任何 给自己买任何东西 你知道你的核心问题是出在哪吗 你恰恰是在给自己很多的错误的行为 找到了一个所谓合理化的解释 我是在为我这个家 我是希望我们家里人 包括我的爸爸不要那么辛苦 包括我的妈妈不要那么委屈 都能够跟着我过上好日子 可是实际上你的方法是错的 你的方法是经过了惨痛的实践 证明它是错的 我们怎么还能说我是为了这个家呢 如果说我的方法是正确的 我并且还能够通过我的这个方法 实实在在地给我家人带来了正确的改变 我才能够拍着胸服说 我是对的 我是为了这个家 就像你爸爸 你爸爸今天坐在这 他可以拍着胸服说 我就是为了这个家 我就是为了我女儿 因为我垫过了几十万 你能吗 有一些爱它是可以转身走掉的 但是你知道吗 有一些爱这一辈子都不会转身 比如现在坐在你身边的这个男人 你告诉我说 我不好意思 由于我坐飞机比较多 不好意思 可能意识之间不能接受 也可能生活中 压根没有谁跟小元 如此直白地沟通过 小元选择了离场 而这一次离场 除了带给我们无奈 似乎还带给我们一种希望 廖阿姨来到厂家 和小元进一步沟通 廖阿姨希望小元 学会聆听 平复情绪 冷静下来 在廖阿姨的安慰下 小元逐渐地安静了下来 她选择了继续回到场上 而这也让观察团老师们 看到了希望 刚刚看到小元 哭得那么伤心的时候 其实我很开心 那是因为成长是会痛的 我从你的痛苦的哭泣当中 我看到的 不是说你落荒而逃 我没有那么好逗 更好况我们两人素不相识 我看到的是小元 在努力地从那个壳子当中 能够挣脱出来再成长 所以你会痛 痛了你才会哭 哭得好哭得漂亮 早该让自己痛了小元 你的痛会是内心的一种委屈 是没有能够得到 别人认同的理解的一种委屈 但是你这个委屈 其实也是来源于你内心的痛 痛在你没有足够的证据 来说明你自己 有多么的不容易 爸爸拿出的那一叠数据 好像貌似会让我们一边倒 会同情爸爸妈妈很可怜 你看帮女儿还钱 但是其实不是 爸爸拿出的那些数据 爸爸比你更痛 你知道吗 痛不仅是因为他要还钱 痛更是因为他教育的失败 他的女儿没有能够按照 理想的方向去发展 而且他还很担心 这是爸爸的痛 当有一天真正的爸爸 停止了呼吸的时候 谁来给我们当天辈的 谁来挨我们的妈 谁来因为伺候女儿做月子 不够尽心 而忍受女儿的委屈呢 哪个父亲能够做到这一点 小元你爸爸有很多的缺点 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 爸爸是在哪样的家庭当中长大的 爸爸像我这么小 像我这么年轻的时候 他的爸爸妈妈 是怎么教他的呢 是不是精心呵护 正面管教啊 也许他们也做不到啊 所以爸爸是有缺点的爸爸 甚至爸爸的缺点还挺难改的 但他依旧是我们唯一的爸爸 他依旧是 现在我们流着眼泪 可以去指责他 依旧是我们遇到问题 可以去依靠他 依旧是我们自己成长得不够好 可以去责怪他的那个男人 这就是爸爸 在我的高中时代 我特别的顽皮 那个时候我没有长大 身体很瘦小 我偷着把自己父亲买的 一个超大型号的太子摩托车 从家里偷偷地拿了钥匙 开了出来 一不小心 一家油门撞到了墙 那辆车倒了 把我压倒了 我根本没有办法把他扶起来 在我爸爸听到下楼的第一刻 他把车扶起来 打了我 我那个时候特别难过 我特别恨他 我心里在想 你为什么不是关心我 是摩托车重要 还是我重要 这就是一个孩子的想法 一个孩子的想法 可能是不对的 但是他的想法很简单 他的想法是 哪怕全世界都在说我 但是你不能说 你要相信我 因为你是我爸爸 你知道他在那一刻 多想 多想听到一个父亲说 那我觉得老师可能说的不分对 但是我觉得我的女儿 没那么糟糕 我的女儿还是不错的 最起码他没有像 金牌条件 其他的很多孩子一样 天天套谢 让父母还钱 去买奢侈品 去浪费钱 出去玩 到处旅游 买东西败家 胡乱花钱 他没有 他是不对 他是不够好 但是 我觉得你的女儿 最起码没有那么 无可救药 可能他此刻 真的不太懂事 但是你听到了吗 你听到他一直在现场说 他说我对我爸爸的这种印象 是在我小的时候就有了 我告诉你 你可能会说 他今年都三十岁了 都这么大了 为什么还这个样子 没有长大 我只能告诉你 这是他的生理年龄 他的心里 一直停留在了 在他小的时候 你没有鼓励他 没有肯定他 没有相信他的那一刻 在秋晨老师看来 眼下小元的表现 确实是常人不能理解的 但是他今天的模样 不是今天成型的 必然有之前的种种经历 所以父女俩都要反思 接下来 小警员胡建云发言 在胡老师看来 父女之间有一种叫情绪的东西 今天一定要翻篇 跟我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是你们家 就好像戴着面具的好人 准备开展 就是他对双方都看到了 彼此戴的面具 上面有复杂的表情 看不懂 但是我们作为旁观人 就像看电影一样 我们作为观众 我们看到的是 面具下面 其实都有很不错的一面的人 很可惜 因为你们之间戴着面具 看不懂对方 所以准备开展 为什么会戴上面具 你们已经把结果 把答案已经说出来了 就是还不会沟通 就是在家里面 还没有机会 没有氛围 来说出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 并且是最温和的想法 我觉得小杨女士 你仔细看 至少你能确定的一点 你的父母 他们内心 其实也是很不开心 很不舒服的 他没有他们两个人 坐在那里 翘着二郎腿 吃着瓜子 哼着响吊来看你 心在漏火地看你 因为现在 我们特别担心的是 你看到 并且牢记 父母在教育你的时候 生硬了一面 但是你看不懂 他们正在调整 你也看不懂 他们背负的压力 真的会影响到 他们的方法和情绪 有很多父母压力太大 然后我们跟他讲 但我们教育孩子的时候 要这样那样 他很难做到 很累 很辛苦 所以确实会给你带来了 很多不好的印象 但是你要走出这个不好的印象 走出这一份恐惧的话 恐怕你真的不得不 鼓起勇气 把他们看懂 你要像一个大人一样 把他们看懂 你现在走的一步 非常好 你能够像一个成熟的人一样 去运筹这一些社会资源 而且勇气很大 但是现在你也不敢 回头了 用同样的勇气去面对 家里面 自己的父母 你要有这个勇气 今天我们也很希望 你的父亲能配合 就是呈现出 温和 真实 爱孩子的一面 帮助他来 走过这一心里面 最大的一个难关 确实是每一个人 如果他 显得不太成熟的话 他一定 在某件事 或者某个人那里 卡住 那个人会代表一个 非常 又高又大 又吓人的形象 这个形象 会让他产生一种 非常刻板的印象 结果他就停留在那里 所以我们今天 今天看到的小源 就是有一个 很不平衡的一个状态 一方面通过自己的努力 在某些方面 其实挺成熟 挺有魄力 另外一方面 就像一个 受过惊吓的小女孩 不敢抬头 把自己父母给看清楚 其实他们是 很好的父母 除了教育方法 希望你确立 这么一个信心 好不好 我们今天帮你 走过这个难关 平视自己的父母 让他们看懂 好不好 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 在胡老师看来 今天的这场调节 正是父女俩 重新审视亲情的机会 接下来 就是看两人 如何调整 沈山老师 带着小源 走进密室 听到了小源的表态 我们感受到了她的转变 沈山老师觉得 患难见真情 小源必须要做出 深刻反省 这将近百万的债务 已经替这一段 这一段 所谓的感情纠结 已经爸爸买了胆 你也买了胆了 买了足够的教训了 可以终止了 那你现在就要 拿出自己足够的勇气来 要换成三个字 就是对不起 除了父母以外 你最最 对不起的那个人 也是自己啊 沈老师 沈老师觉得 是时候和过去的那个自己 说再见了 家是一个温暖的地方 所以一定要给紧绷的父女 关系松绑 小源也充分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多多交谈一些 然后让自己放松一下 有什么话 当面说 对 不管他们也没有听 就先跟他们说 不过夜 而且的话呢 说话也要讲究什么 语气 语气语调 其实要讲究方式方法 小源的改变是明显的 这让我们很欣慰 那么廖阿姨又会如何让袁先生调整呢 廖阿姨觉得 袁先生首先要看懂女儿的弱小 他有自卑的心理 我先老觉得他自信太自恋了 他觉得自己什么都行 我还这么觉得 不不不不 一个人呢 因为不自信 他有自卑 所以他会把自己 我装得非常的强大 所以他就是不断地 用东西来证明我自己 我是强大的 不自信的人 又得到最近的亲人的否认 廖阿姨觉得 小源的日子是不好过的 因此他才会选择和父亲对立 你今天跟他的沟通 他会哭 为什么 你是感动 我在场下跟他沟通 他讲 爸爸很少会这样 像正常的妇女这种沟通 以后你就要这样觉得 你看 就像我们这种交流 行吗 因为一个家庭里面 你觉得要和谐 要幸福 要快乐 需要全家人都来成全 一生长长的叹息 有着众多的信息量 也让我们看到了 袁先生的事物 已经结束了 还是想先听听 两位当事人现在的想法 我们再来看协议 好吗 好 爸爸 对不起 不要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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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样外面可能做得不好 但是希望你能原谅 以后大家一起努力吧 我希望我们家可以越来越好 女儿啊 我们早就应该来到金牌条件了 那以前呢 爸爸呢 对你呢 就是关心不够 一度地否定你做某些事情 这个爸爸确实是觉得对不起 如果有赚钱的机会 你说谁 我们要整体去做 好不好 好 我给你们把协议念一下 协议第一条 袁先生承诺 今后与女儿平等交流 遇事冷静沟通 并站在女儿的角度理解她 关爱女儿的生活学习和成长 第二 女儿承诺 今后努力工作 踏实生活 理性投资 投资必须与父母商量 听取意见 不擅作主张 对个人今后的债务 自行承担 三 双方承诺 今后会加强理解 加强沟通 共同营造 微信和谐的家庭氛围 这样可以吗 可以 小元 好 谢谢金牌调节的各位老师 谢谢主持人 谢谢节目主的工作人员 你们辛苦了 调节结束了 这场调节带给我们最大的感触 是心情更需要沟通 袁先生和女儿小元 其实是真的没有看懂对方 父亲认为女儿懒惰 女儿认为父亲无情 他们在自己的心中给对方描绘了模样 最终剩下的只有缺点 而平清静气的沟通之后 爱的力量才会回归 反观我们自己的生活 道理大家都懂 可是情绪来了 谁又能做到呢 这才是我们应该真正思考的 调节结束一周后 我们接到了原妈妈打来的电话 回家之后 小元的变化非常明显 妇女之间开启了全新的交流模式 现在家里每天的早餐都是小元准备的 听到这个好消息 我们很欣慰 成长需要震痛 而伴随而来的美好结果 让一切都是值得的 真心祝福这个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